国内昨天新增一起本土病例 外传这名个案疑似是科技大厂旗下子公司的女员工 足迹也曾经到过难看好事多 今天上班时间卖场除了消毒 也在门口铺上了消毒毯 至于科技公司外的人行道 相较以往也显得冷清 路过的民众选择绕道而行 公司内部更是拉高了防疫层级 持续消毒环境 清洁人员戴上口罩手套 沿着窗架仔细擦拭 就连小角落也不放过 另一头则由其他清洁员 推着扫脱机具消毒环境 科技公司环境清洁坐好坐满 因为前一天传出有员工确诊 本土病例案771 疑似是科技大厂旗下子公司的女员工 消息一出公司持续进行消毒 而一早上班时间公司外头的人行道 相较以往略显冷清 多数民众选择绕道而行 我们都跑到这一趟 因为这个疫情不好 人潮同样变少的还有这里 由于案771曾在11号到访 难砍好事多 业者不敢大意接连两天消毒卖场 也拉高防疫层级 在门口铺上消毒毯 要让民众逛得安心 因为日期是10几号那边的事情 所以比较不会担心的 香蕉桃园市民老神在在 是否确实绷紧神经 目前匡列了有171位 那初步的一采都是阴性 但是在亲密接触的27个人里面 那部分有这个症状 那我们要进行二采 那虽然它不一定是这个新冠肺炎 但是会基于 这个防疫安全起见 要以最高标准 桃园市府上井发条 权力防堵疫情可能发生的破口 接下来李志强桃园报道